干贝萝卜 原料有火腿10克,干贝12克,白萝卜500克 葱、姜末各5克,烧酒15克 味精5克,精盐5克,湿淀粉10克,冰糖2克 做这道菜的时候,将白萝卜用刀切成厚片 然后再用梅花模型,将萝卜刻成梅花状 长梅花 冰糖1克 梅花 冰糖1克 白萝卜 牛花 裂1克 牛花 嘴巴 牛花 火腿切成月牙形的片 将蒸熟的干贝用刀摊开 炒锅内放油 将刻好梅花状的萝卜放入油锅中 萝卜炸至发软时捞出姜油沥浸 另取碗 将火腿摆入碗底 放上干贝 再摆上炸过的白萝卜 加盐 味精 放入鸡汤 放少许冰糖 然后上蒸笼用旺火蒸熟 取出后扣入盘中将圆汁递进锅内 放湿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将汤汁浇在干贝萝卜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清淡干鲜爽口有助于消化 曾经在芦草谱汁 放入鸡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